20世纪的中国战斗机 以上天线直径的雷达 这其中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 那么大机头雷达为啥 连个像样的中矩导弹都装不了 歼7战斗机 机头雷达口径极小 挂红外导弹霹雳导弹 无可厚非同时代的歼8II战斗机 空有大口径雷达 常见挂载就是红外格斗导弹 原因就是 中国的脉冲多普勒雷达 和中矩蓝射导弹成熟的很晚 到2005年中国空军才第一次试射 霹雳12主动雷达制导导弹获得成功 从此之后中国国产战斗机 才开始装备国产中矩雷达制导导弹 歼8II战斗机 最初以自发霹雳5红外导弹和机炮 为空战武器 从此之后 国产歼8楼战斗机 歼10A战斗机和歼11B战斗机 都先后装备了霹雳12导弹 晚了15年 终于赶上了发射后 不管导弹的世界潮流 霹雳12导弹是一种先进的主动雷达导弹 这种导弹技术最初来自于美国海军70年代的F14战斗机 配套的不死秒导弹 经过20年研发 90年代开始美国人终于给空军的战斗机 也装上了AIM-120主动雷达导弹 这种导弹已经推出 就获得了不少战果 世界各国纷纷跟进 依靠不死鸟导弹和O-6雷达F14可以200公里外 同时射击6架突26轰炸机 其主要特征是 初期依靠程序制导 中段依靠载机提供信息 末端20公里 由导弹雷达导引头自动捕捉目标 这种设计 比过去的麻雀 半主动制导导弹 灵活很多 过去的麻雀导弹 需要载机不停照射 飞机不能做大动作 超过二克立马就射飞 由于这个原因 中国仿制意大利阿斯派德的P-11半主动导弹 由于P-12主动雷达导弹的成功 而很快被淘汰 虽然提前生产了好几年 最终产量就200发左右 成为中国导弹历史上少有的短命鬼 研发20年 定型没多久就被取消 最早期间时 A战斗机挂在两发P-11导弹 但是很快就淘汰光了 后来迅速换装P-12导弹 比美国老了15年 歼11B训练也经常挂载两发P-12和两发P-8B导弹 有人注意到一个事实 最近好像歼10B战斗机挂载的P-12导弹数量好像多了一倍 一个挂点挂了两发 最近歼10B战斗机挂载P-12导弹比歼10A多了一倍 有人就问 从平台的机动性能来说 歼10B战斗机不比歼10A有太大的进步 为何要多挂一倍的中矩导弹 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另类的答案 雷达的多目标能力限制 最早中国歼8楼和歼10A 歼11B雷达同时对付两个目标比较有把握 同时攻击的目标再多 要保证命中率就比较难 而后来的的歼10B战斗机由于更换了向控制雷达 多目标能力大幅度提升 所以开始大幅度提高中距导弹挂载数量 这就是F22战斗机向控制雷达的超强心能 能同时引导多发导弹对多个目标发起攻击 由于歼10B歼10C更换了向控制雷达 还有先进电子战设备 空军明显感受到战斗力的提升 但是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也让客户呲牙咧嘴 钱包很快就扁了 当然 依次可以轻松打四个敌机的战斗机 价格贵点 也不是不可承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